近期 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宣明提出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 建设金融强国 中国应如何发力 在2023金融结论谈年会举办期间 专家学者们热议如何建成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宁认为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 金融强国概念的提出 表明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 愈发重要 我个人觉得一个国家的经济 然后金融是它的命脉 那么如果经济逐渐强大了 自然对整个金融体系 也有一些更深的要求 我觉得也意味着 中国经济是一种更全新的形态 然后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大循环 在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国际货币研究所副院长王峰看来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 金融强国概念的提出 不仅表明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 金融安全更是成为 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强国这个概念的提出 当然作为我们这些 学金融研究金融的人来讲 是很振奋的一件事 中国金融的发展道路 是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的 我个人理解 一个是服务实体经济 是我们非常强调的 另外一个就是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始终是很强化风险的意识 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 这样的一个底线 如何助理金融强国建设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学勇表示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 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要不断夯实金融安全 要夯实金融安全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所以我想通过全国上下不断地学习 我们学界和业界 包括我们和服务于金融行业的 科技类的公司 共同来研讨 不仅从制度上 还要从技术上 还要从市场各层面 来研讨 来分析 如何来实现一个金融强国的 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要加强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的防范 加强金融本身的这种 体制的增强 都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在金融方面 一定要大花力气 同时专业认为 要深耕养老金融 为持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贡献金融力量 中国老百姓从之前养老 只关注预期寿命 然后现在过渡到 关注健康预期寿命 甚至关注到一个人 养老时候的生命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把做大做强 金融跟老百姓的幸福 通过养老 很好地联系到一起 那这块 我觉得其实在做大 金融强国的过程中 本身也更好的 就是促进了 我们老百姓 养老的幸福 或者说提升 全中国老百姓的生命质量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 要锚定金融强国目标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提供有力支撑 那么中国的经济 是很显然 是有很强的韧性 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 长期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 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的金融强国 一定会实现的 我们的理论工作者 要更好地去总结 特别是中国 是怎么样实现的 这个在金融发展 和金融安全 能够统统兼顾的 我们把这个理论模式 总结出来 我想它对整个世界来说 应该是更好的一个贡献